主料,豆苗400克,辅量,蒜米2粒,盐1勺,花生油2勺,生抽1勺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豆苗洗净沥干水分备用,蒜米7好备用,锅内热油炒香蒜米,倒入一碗精水,加适量盐,把水烧开,豆苗放入锅内,盖上锅盖煮1分钟,把豆苗彻底焯烫熟后捞出,在捞出的豆苗上加适量花生油, 加少许生抽即可,烹饭技巧,豆苗一般上汤的,才可以知道它的原汁原味,家里有鸡汤的话,可以用鸡汤煮熟就更好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